战机紧急起飞升空 是各国空军的壁裂项目 不同战机的紧急升空步骤也会略有区别 到底哪种战机的反应速度更快呢 通过摄影师的镜头 我们将看到每至三种型号战机的紧急升空的全部过程 看看你能否在十分钟内开走一架战机并升空 首先出场的是F-16战机 只见两名国民警卫队的飞行人 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停机库 地勤人员早已等待许久 迅速将登机梯挂在战机的驾驶舱侧面 然后自己上去踩了一脚 确认登机梯安装牢固 飞行员稍微整理了一下装备后 麻溜地通过登机梯进入到驾驶舱中 地勤人员也迅速摘掉发动机进气口的泡沫隔板 然后顺手带走登机梯 飞行员坐入驾驶舱后 第一时间按下战机的一键启动开关 发动机喷出一泵浓烟成功点火启动 趁着发动机预热的功夫 接抗壳调压器 调整呼吸面罩等等 随后飞行员按下锁舱盖的关闭按钮 飞机即将进入检查程序 一名地勤人员手持通讯线 带着降噪耳机观察发动机的运行状态 飞行员则开启自检模式 战机的机翼震摆动过后 确认状态正常 随后地勤人员钻入战机的肌肤侧下方 拔掉一个红色的保险箱 全部检查结束后 地勤人员开始拖走防止溜机的轮挡 接下来战机就将进入起飞模式了 只见在地勤人员的指挥下 飞行员加大油门推赶并松开手刹 驾驶战机滑向起飞点 来到起飞点后 飞行员没有丝毫留意 直接开启加力燃烧室 全力推动油门推赶 驾驶着战机弹射滑跑 尾喷管都喷出了马赫环 在跑道上滑跑了几百米后 飞行员果断拉起操作杆 驾驶战机开始升空爬升 这个起飞速度确实够快 动力也的确够猛 真不愧是问世五十年的老将 第二个紧急起飞的是F15战机 只见北约驻扎在冰岛的两名飞行员 在急促的警报声中 钻入门口停放的面包车 由于时间紧迫 司机将油门都踩进了油箱里 身穿抗和飞行服的两名飞行员 则直接在车内佩戴头盔 以及调整氧气面罩 还没等车子停稳 飞行员就三步并坐两步冲向机构内停放的战斗机 只见飞行员手中拿着一个黑色不明物体 迅速塞进发动机的侧面小口中 我也没开过F15战斗机 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 有知道的老司机可以科普一下 鼓刀离阵后 飞行员关上小舱门 走向扶梯 开始爬上驾驶舱 进入驾驶舱后 飞行员按下一键启动按钮 启动战斗机的APU辅助动力装置 工作人员也将扶梯撤下 在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中 F15发动机开始运转 工作人员开始对战斗机 进行起飞前最后的检查 这架战机是实弹演练 满载着巨大的附油箱和导弹 起飞重量一看就不轻 趁着发动机热车的功夫 地勤人员在下里一阵鼓道 对发动机 机头 以及起落架注意检查 确认没有问题后 飞行员关上座舱盖 在场的工作人员一拥而上 将战斗机上的各种红磁带扯下来 然后将防止溜机的轮挡撤走 飞行员则在地勤的指挥下 推动轮门 将战斗机缓缓划住机库 几分钟后 战机顺利来到起飞点 飞行员启动加力燃烧时 全力推动油门推赶 驾驶着战机高速滑跑 随着战机尾部喷出马赫环 仅仅滑跑了不到500米 这架战机就完成升空爬升 最后一刻紧急起飞的 便是五代GF35 只见两飞行员在急速的警告声中 一头钻入百度车中 随后飞行员开始在车内 整理飞行抗和服和养气面罩等装备 戴上能在二线城市买一套房的苍蝇头盔 然后开始调整呼吸面罩 到达机库后 飞行员拉开车门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来不及和地勤人员打招呼 就直接通过登机梯进入到驾驶舱 随后地勤人员将豪华登机梯挪走 来到驾驶舱后 飞行员一边启动发动机开始预热 一边按下坐舱盖的关闭按钮 然后打开飞机的自检模式 只见飞机的尾翼 金翼 锤尾等开始上下左右摆动 检查完毕后 机械师向驾驶员伸出大拇指 示意一切正常 随后飞行员轻推油门推赶 驾驶战机缓缓驶出机库 来到起飞点的F35 在收到塔台的起飞指令后 飞行员迅速全力推动油门推赶 来自普惠公司研制的F135窝扇发动机 加力全开翁翁坐下 开始爆发出源源不断的动力 滑跑了600米后 就脱离地面 开始迅速爬升 随后是第二架F35 这台发动机 号称全球现役最强涡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超过19吨 总推重比达到11.4 寿命8000个小时 在飞行员的熟练操作下 两架F35成功升空 随后飞向任务地点 在空中会合后 两架F35战机 开始按照预定计划执行演练任务 这就是三种美制战机的紧急起飞全过程 哪种战机的紧急起飞 更加迅速 更加丝滑呢 各位义父学会开飞机的吗